中俄会晤之后 中方迎来了一波外交热潮 多国的政要扎堆来华访问 美国呢更是派出了代表 抢先一步抵达上海 美方有何用意 为何不是布林肯亲自前来呢 本期视频我来为您解释 更多的信息啊 搜索布林肯访华 大家好这里是东东乡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根据香港媒体南华早报的消息 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 华自强近日呢是抵达了上海 外界普遍认为呢 说这是在为这个国务卿布林肯访华 打个前站 当然了布林肯最终来不来 咱们不知道啊 但是中俄领导人会晤之后呢 这个中国的确是迎来了一波外交热潮 你看很多国家都表示要来华访问 巴西总统卢拉的访华行程 那是在这个中方领导人出访以前就定下来的 而在中俄会晤期间呢 中方也向这个俄罗斯总理米苏斯京发出了邀请 对方呢也表示将会在近期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访华 很快 今年的这个亚洲博奥论坛将会在海南开幕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表示将会应中方的邀请来华访问 五月份呢将会召开首届中国加中亚五国元首峰会 如今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 都已经确定了来华出席的计划 作为欧盟主要成员国之一的法国也公布了访华计划 而且呢 法国的访华计划去年年底就在酝酿了 还是由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亲自对外公布的 定于今年的四月份访华 所以这么看下来的话 确实啊 够我们的外交工作人员大忙一阵的了 不过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啊 这个美国国务卿也在很早之前是表达了访华的意愿 但后面呢 这个中方回绝了美国的请求 布林肯也就一直没能成行 多次磋商无果之后 也许呢 是美国改变了策略 派出了这个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卿 华自强先期的抵达了上海 并且呢 和中方的有关人员进行了会面 在外界看来呢 这个华自强就是为布林肯的正式访华行动在打前站 免得到时候 美国人脸上有点挂不住 一开始呢 中方其实对于这个布林肯访华也是持积极态度的 双方还专门就此展开了磋商 不过后续的这个气球事件 相信大家也都非常清楚了 中方的气球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 飘到了美国境内 尽管我们已经做出了解释 说并非故意 而且气球也属于民用性质 但是美方依然抓住这个事不放手 在国际上大造舆论 之后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更是单方面的宣布 推迟访华行程 而实际上中方也从没有 就布林肯访华对外正式表过态 美国的举动呢 看似是让中国难堪 其实是打了自己的脸 美国要与中国沟通的想法呢 并没有就此打消 所以后面啊 又表示说布林肯并没有取消访华行程 再度的向中方喊话 可是这一次中方可没搭理 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 华自强近日造访上海 其实目的已经很明显了 不过与之前的高调宣布相比啊 美国这次的做法显然是低调了许多 甚至都没有公布 华自强来上海有什么样的任务 也许美国是拿不准中国的态度 要明说是为了提前沟通 布林肯访华事宜 那再次被中方拒绝的话 那美国人的面子就会丢得很大嘛 所以美国希望与中国沟通 甚至对于美国想谈什么问题 其实咱们中方心里面都应该是有数的 但一直不给美方好脸色看 这各种原因 其实美国人自己想必也很清楚 美国一直宣称呢 不要冲突对抗要沟通 但是在高喊口号同时 针对中国采取的各种行动 也从来没有停止 你看美台高层互访 对台军售 以及美军军舰频繁的闯入 我这个南海海域 那哪一样不是触及 咱们中方底线的行为呢 沟通是为了消除双方的误解 促进友好 而不是为了霸权行径 提前释放的一种烟雾弹嘛 美国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 那布林肯是很难踏上访华行程的 即便来了 也谈不出什么结果 我们需要的不是美国人的声明 而是美国立刻做出实质性的改变才行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 期待您的点赞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再会